你 泰泰 好了 现在茶厂归你了 我等着你的利润呢 你可别让我失望啊 谢谢你女泰泰 我一定会做好的 好 老公 老公 别睡了 老公 你醒醒啊 你起来 老公 怎么了 你起来 老公 我跟你说了 老公 咱们家又发财了 我刚刚睡不着 我一闭眼就在算账 咱们家现在 虽然过得紧巴点吧 但是那茶厂 半年就能回本 要是咱们做得好的话 一年利润就能翻番 你想没想过 到了明年这个时候 咱们家不得了啊 老婆 你说你是不是魔障啊 那茶厂你实地考察过没有啊 你就笃定捡个宝 这你就不懂了 那可是李太太 太太圈最牛的一好人物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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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困啊 老婆 能不能睡觉 老公 你别睡 牛 牛 牛 我 那我再去把账算一下 谢谢啊 你好 我今天就要三十五岁了 这是我的驾照 有五年驾龄了 没有发生过事故 小瓜小蹭也没有 但是我的英语考级证书 口语还算流利 和小朋友交流应该没有问题 还有这些育儿症啊 小孩退拿症 都是自学的课程 像营养配餐这些 我也是专门去学过的 还有就是我的护照 里面美国 加拿大 日本的多次监证 都是在有效期之内的 是上一家雇主帮我办的 能满足你们随时出国的要求 您这个资历真的是挺棒的 上一家雇主呢 他们出国移民 不然的话 也是会继续做下去的 里面有一封是他们写的推荐信 我想了解一下 关于您薪资 我上一家是一个月一万二 你是谁啊 宝宝 妈妈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梅姐 跟梅姐打个招呼 你好 你是不是叫许子言呀 我讨厌你 师姐 不许这么没礼貌 妈妈 你是不是不接受我去幼儿园 你是不要我了 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 还是请你先回去吧 我和她妈再商量商量 我和她的招呼 儿子 爸爸带你去打怪兽 走 我不要阿姨 我不要阿姨 好好 我们不要阿姨 不要阿姨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妈妈不会不要你啊 最爱你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 干吗呀 许晗珊 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你动疼我了 顾家 我今天明确表态 我不同意找幼儿师 我也没想到儿子会那么抵触 别说儿子抵触了 我都接受不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你听好了 从孩子长到现在 都是你心理亲为 我知道不容易 可是你不能说甩下 把儿子当包袱就丢了吧 幼儿师可以不紧 但话不能这么说吧 什么叫我丢包袱啊 是啊 就你找那幼儿师 那条件是挺高的 可她说那些事 你可当妈的做不了吗 非得找一个外人来做 不是当妈的事 就可以挑李吗 那你当爸的事 是不是也得一样 你现在来搞这些 什么性别绑架 那女人出去打拼 牺牲教陪孩子的时间 就是我们的罪过了吗 谁规定 你只有男人可以出去打拼的 那要不咱俩换换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最近都成什么样子了 家里家里搞得天翻地覆 公司那边你逼着财务给你打款 你最近状态有问题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人支持我 从我想做茶茶起 你说过一句鼓励的话吗 你以前做的事情 哪一件事情 我不是全力以赴帮你实现 还是你觉得你就是这个家 永远的主角 我就得全心全意围着你转 你别把这话题扯远了 我现在说话你听不懂了吗 咱俩现在是不是沟通不了了 是不是沟通不了了 你还能不能让人说话了 一点反面意见听不进去啊 说一点 你就要怼回来 心里就不舒服吗 我知道 不就是因为乐园的单子吗 让你心里不痛快了 没错 就是因为人家没看你的设计稿 就签约了是吗 不止这些 自从搬这个新家 你认识那什么王太太 走捷径走习惯了吧 我还告诉你 你听好了 不就所有的事情都能超尽到 明白吗 徐怀山你以为我愿意啊 我天天去求别人 为什么呀 还不是为这个家好 为公司 要不公司的员工去喝西北风啊 你现在说这些话 你不亏心吗 你最近说这话说有一百遍吧 数没数过 快成口头馋了吧 你不亏心吗 顾佳 在这个家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唯独在养孩子这件事情上不行 我能预见到的就是 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 不是余儿师的问题 你是不是要把儿子 带到澳洲我爸妈那儿 你就能毫无顾忌地 想干嘛就干嘛了是不是 你说孩子要放到你父母那儿 那余儿嫂什么意思呢 你说过你要想 徐怀山我不想吵我 你告诉我你今天干嘛呢 我真的不想吵我 我没有比你吵说事实 我 你怎么不睡觉跑到这儿了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 太迪的爸爸妈妈经常吵架 都不要太迪了 你这个就不要我喽 对不起 对不起 爸爸妈妈以后不吵架了啊 不吵了 走 回屋睡觉去啊 妈 好 妈妈 妈妈 我好喜欢你呀 妈妈也喜欢你啊 我不喜欢那个孩子 那妈妈答应你 就不让他来了 你这么高兴啊 快点 把手给我 好 我不动 真的不动啊